涉嫌以刀刺死妻子的前军人 在延后戒满之后 今早被带到玻利市推示庭 面对谋杀控状 由于谋杀罪属于高庭的权限 因此推示庭并没有记录被告认罪与否 案件则定下个月过堂 另外吉兰丹则有一名自称是拿都的公司董事 在三年前欺骗一名妇女从事首套生意 大发疫情财 向妇女行骗超过66万利级 今天被带上法庭面控 来看一组法庭消息 早前涉嫌刺杀妻子的玻利市前军人 在延后戒满之后 今天被押往推示庭面对谋杀控罪 被告因德拉再篮抵达法庭时 只是微微低头 并没有回避媒体镜头 而且神情淡定 根据控状 38岁的被告在上个月29号到30号 在玻利市亚楼移动民宅内 谋杀妻子慕尼拉 抵出了刑事法典第302谋杀条文 在同意员念出控状之后 因德拉点头表示明白 但由于谋杀是属于高庭权限 因此没有被告的认罪记录 推示也批准把案件展延到11月17号过堂 让控方提成解剖报告及相关化学报告 以便移交给高庭审理 同时推示也禁止被告保外 根据之前的报道 被告因为怀疑妻子洪信出墙 结果两人爆发激烈争吵 被告被指用刀捅向妻子的左侧胸部 一刀夺命 在吉兰丹一名自称是拿都的公司董事 在三年前涉嫌诱骗一名妇女从事手套生意 结果骗走了对方 多达66万5000令吉 这名被告今天被带到哥达巴鲁地庭面控 根据控状 被告穆罕默沙菲克 涉嫌在2020年5月到7月疫情高峰期间 伪造了两家知名手套公司的文件 诱骗妇女砸重本来订购手套 受害者前后分了四次 合共把66万5000令吉汇给被告 但最终生意根本没有成型 而手套也没有交付 以上罪行抵出了刑事法典第420欺骗条文 而被告聆听控状后否认有罪 法庭责定案件在下个月9号过堂 同时允许被告以15000令吉 外加一名担保人保外 同样是在吉兰丹 一名失业汉涉嫌无证持有气枪 今天被控上哥达巴鲁地庭 根据控状 51岁的被告莫鲁兹莫阿里 2月17号凌晨3点 在巴西腹地一处干绑的 除藏室非法拥有一把气枪 离出了1971年军火法令第8条文 也就是非法持有军火 一旦罪成 最高可被判监14年及鞭吃不少于6下 被告聆听控状后否认有罪 法庭责定案件在11月9号过堂 同时在这一项控状之下 被告也不允许保外 大Scott淩灭与的时候 尴经报结案件在11月10日面 somos 被告状 спас的 本身的供子